全職商業攝影師 和水底攝影師 為何我會選擇水底攝影作為興趣 是因為自己從事二十多年的商業攝影 覺得有點悶 但當自己潛水的時候 拿著自己的相機 記錄下海底的生物 是很有趣的 當我在潛水的時候 潛水標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 先決條件 當然看看時間 接著就是 當我去到深陰的環境 我能夠清楚看到時間 和黑度 和夜光功能 我平時拍攝的時候 我習慣捕捉動物的行為 當我遇到海龜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拍攝它 捕食的時候 我覺得畫面是很美麗 現在全世界比較關注海洋保育 尤其是海底垃圾 我上星期在香港下水的時候 我也見到很多俗稱叫做鬼網 是漁民之前用來網魚的漁網 遺棄在海藏 鬼網對海洋生物有甚麼影響 尤其是海龜 如果被鬼網纏住的時候 它就會無法呼吸 親歷其境 我們見過平時用的背心膠袋 背心膠袋在水裏 裡面的樣子是和水母很接近的樣子 海龜就會當作水母是食物 就會食膠袋 洗了膠袋之後 它就消化不了 然後就會死亡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丟垃圾落海